大陸的數據應該是不可信 因為一開始我們就知道說 大陸的那個 新冠病毒的檢驗 必須要經過上期何可 他們現在可能還是有這種現象 第二個因素是 大陸的檢驗試劑顯然是不夠的 那因為他們太大量的 那個病患出來以後 那個一天檢驗的數目有限 很多病人其實沒有被確診 所以從一開始到現在 大陸所公布的確診 數目跟死亡數目 一定都是低估的 因為很多死亡的病人明顯是 沒有被診斷出來 那我們當然西班說 大陸真的是 經由封城這種很嚴格的手段 讓新冠病毒沒有再繼續擴散 但是我們知道 新冠病毒就類似一般感冒一樣 一旦它擴散出去 你沒有辦法在很積極的 去追蹤它的接觸者以後 所有的那個 所有的火炎都在世界 在大陸各地的 你很難去用局部封城的手段 讓它完全不見 所以我想那個大陸的病率數 逐漸減少 我們都很期待它是真實的數字 但實際上數字可能不如理想 大陸其實 目前最近也有在講說 他們現在越來越多境外移入的個案 那我想說不定以後 它的數字會再改變 至少在湖北那一帶 我看他們的病例數目 還是有相當的數目在 那或者的話他們會不會 所有的地區都一定 一直持續在封城 所以大陸的心情還需要繼續觀察 那我相信他們的疫情 在夏天來到之前 不會明顯的 穩定下來 當然你如果在疫情還沒有控制之前 復工復產的話 會造成疫情的發生 那這個東西他們是在 防疫跟那個 那個 經濟因素方面兩個有不同的 有點像矛盾的衝突 那他們不得不 繼續去做經濟發展的工作 不過我想如果是 持續復工 太積極的時候 有可能會讓他的疫情 進一步擴大